文艺春节 事先很多人的规划也订好了房间跟旅馆 就是年假的时候要到外线市来游玩 不过现在本土疫情不断延烧 敢去吗 心里还是怕怕的 这也让退定潮陆续出现 旅游业者说目前在台湾地区旅游行程大概超过三成都被取消 但另外在花洞地区呢 则是这个图表当中可以看到 那么超过呢 看到是呢 在两个礼拜之内出现一成的退定潮 不过由于春节档期是难得 业者则评估只要疫情没有升级之下 恐怕还是有相当一定的往来度 消毒水喷了又喷市场超市公园到处都有确诊足迹 让桃园民众好担心 似乎只有躲在家里最安全 桃园疫情连环报 旅游业者有点担心 过年廉价商机恐怕要泡糖了 大概取消掉将近95%以上这样子 大部分都可能延到三月四月去 春节期间坦白讲 以旅游这个方面来讲是确定不乐观的 农历春节不巧碰到本土疫情升温 民众纷纷延期退订 想等疫情风波过去后再出门旅游 桃园的旅行社出团到外县市大部分都取消了 有一些是来桃园很出差或者是回桃园老家 所以这部分的订单取消比例大概只有两成左右 尽管旅游业者受到银降 但桃园旅行工会也透露 由于民众普遍完成两剂疫苗施打 影响幅度比起去年还是小了很多 不过年初疫情持续扩散 受影响的可不止桃园而已 七派的饭店大厅空无一人 花冬旅游业者受到桃园疫情影响 也出现春节推定潮 我们春节的连续假期的一个住房率来讲的话 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基本上来讲都影响到大概一成左右 那在于目前来讲客人也是属于观望当中 所以我们目前持续也都在接订单 花联旅游工会表示春节档期约有一成多的游客退订 两成民众考虑延期 整体平均住房率保持在七成左右 看来表现依旧不俗 业者表示疫苗覆盖率提高相较去年民众整体抵抗力增加 估计只要疫情警戒不再上升 民众的游玩性质已就不见 记者细想连续例请黄远欣采访报道